今年3月5日 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 发表60周年 连日来中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 传承雷锋精神 为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连日来吉林省组织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 昨天东北师范大学 大学生理论宣讲团 为小学生们开展了 风华正茂恰少年 学习雷锋精神主题宣讲 从雷锋生平经历 世纪等多个方面 让孩子们充分了解雷锋精神 我想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 变成一个小雷锋 帮助同学从小时做起 昨天上午学习雷锋好榜样 两岸青年社区型志愿服务活动 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 在福州的高校青年志愿服务队 台胞志愿服务队代表 和结队社区代表现场签约 并开展志愿服务 为进一步推动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福州市还专门成立了 台胞志愿服务队 目前已有近千名福州台胞 注册成为志愿者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引导我们的青年志愿者 深入基层 深入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在志愿服务中 推动两岸青年的融合和交流 让我们的雷锋精神 在两岸青年中蔚然成风 连日来湖北各地 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 志愿服务活动 在校感市 22位志愿服务队代表 接过旗帜 正式启动 2023年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活动 校感市推行志愿服务 标准化建设 截至目前 全市实名认证志愿者总数 超过78万余人 国网校感校新共产党员服务队 与孤寡老人结亲为子 坚持40年接力传承 校新联络图 一个又一个的老中青 完成交棒的瞬间 闪烁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责任和担当 小校正在变成大善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 陆泉区开展鲜花 送雷锋工艺活动 号召广大干部群众 学习榜样 争当榜样 宣传榜样 志愿者们向工作在 各行各业的雷锋代表 送上鲜花 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让雷锋精神 在新时代 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在帮助老年人的时候 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看着他们脸上 露出来的笑容 心里很是满足 很是愉快 觉得自己做的事情 很有意义 人生也更有价值